二哥 我会不会死 聂怀桑一下子哭出了声 他拉着蓝西辰的手 抽气着 没事 大家这不都好好的 蓝西辰拍拍他的后背 安慰他 江宗主 那不是受了伤吗 还有魏 魏公子 他脖子上 聂怀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叫魏英什么 他注意到魏英脖子上的血痕 那都是尸首背上 无碍 对了怀桑 你怎么会在这里 蓝西辰心想 这里不仅是相距甚远 他为何在此 我这不是也是出游吗 没想到 就游到这儿来了 聂怀桑的表情显得很无辜 怀桑兄 别来无恙啊 魏英拉着自己做的葡团往聂怀桑那里靠了靠 魏兄 你干嘛 聂怀桑好像受了惊吓一般 避开了一些 干嘛这么怕我 原来在姑苏兰氏求学的时候 咱俩不是天天在一起吗 魏英想要试探一下聂怀桑 没有啊 我干嘛怕你 聂怀桑作证了 轻咳了一声 你说 那金光瑶在挖什么宝贝宁啊 哎 这个不是赤丰尊的坝下吗 魏英突然发现 聂怀桑腰里竟然别着一把刀 而那刀 正是聂明爵的坝下 我留着防身 总可以了吧 聂怀桑一阵心虚 用手捂住刀转过身去 你灵力那么差 能驾驭这把刀吗 魏英笑了笑 挥舞两下 下下人总可以啊 聂怀桑也没在意魏英继续逼问 魏公子 这是我教给怀桑的方法 大哥不在了 没有人能保护他了 带着霸下 骑马 让人有所忌惮 蓝锡尘替念怀桑解围 魏英 不必再问了 蓝湛在一旁提醒魏英 好了 就是个简单的问题而已 怀桑兄不必紧张 魏英笑了笑 仿佛已经知道了答案 蓝湛 你是不是也觉得 念怀桑出现在这里有些奇怪 魏英凑过去 低声和蓝湛说 是 蓝湛只是说了这一个字 便宁神打坐去了 好无聊啊 我都困了 到底要在这里待多久 魏英打了个哈欠 这时候 念怀桑腰间的刀 突然震动了起来 二哥 怎么办 念怀桑腰间的霸下 突然冲出刀鞘 飞到了空中 这下 把念怀桑吓坏了 说话声音都带着哭腔 别急 恐怕是刀铃 魏英马上反应过来 他按住念怀桑不让他乱动 恐怕这念怀桑知道的还不少 专程带着霸下来 恐怕是要查赤丰尊的真正死因 刀铃 你是说 这可能有我大哥的魂魄 念怀桑泪眼婆娑地看着魏英 赤丰尊的魂魄在这里 蓝湿沉皱了皱眉头 他亲眼看到赤丰尊下葬 当时霸下其实也跟着一起埋进了土里 为何现在霸下在念怀桑这儿 而刀铃却引导着念怀桑来到这关音庙 是的 二哥 你不知道 我们聂家世代修道道 刀会有刀铃 而且可以感应到主人的魂魄 现在霸下恐怕是感应到了我大哥呀 念怀桑差一点就失声痛哭了 他看向金光瑶的方向 因为霸下的刀锋 也直指那里 这个念怀桑可真是深藏不露 明明早就怀疑金光瑶杀了他大哥 还一直掩藏着 魏英悄悄地和蓝湛耳语 其实看到霸下的时候 他就猜出了念怀桑究竟要做什么 现在 好戏即将上演 看来 他那一问三不知 也是装的 蓝湛睁开眼睛 他感觉自己灵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看向蓝西辰 蓝西辰恐怕也已经恢复了 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金光瑶露出狐狸尾巴来 金宗主 挖出来了 从后殿传来声音 金光瑶神情一阵 连忙跑到后面去看 是挖到了我大哥的尸体吗 聂怀桑惊了一下 不会的 金宗主不会将大哥的尸体藏到这里 恐怕 这里是有什么镇压着大哥的魂魄 而他要挖的东西 也不是大哥的尸体 恐怕是一个对他很重要的人 蓝西辰不想再想 自己从前那么信任的人 自己放在心家上的人 现在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来 兄长 一会儿 你莫要听他多说 蓝战站起身来 拉住蓝西辰的手臂 试探他的灵力 他安心了 兄长的灵力已经都恢复了 他再有苦衷 也不该如此 蓝西辰叹了口气 蓝宗主 我们还知道一件事 是关于金老宗主的 你要不要听 魏英想给蓝西辰下一剂猛药 让他彻底看清楚金光瑶的真面目 这件事 我知道 我还知道 金夫人 蓝西辰感觉自己呼吸都要停滞了 他这两天 在金林台上 知道的太多了 金夫人 金林虽然知道自己的小叔叔最大恶极 但是一下子听到这么多 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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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